好 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 華為財務長孟晚舟 被加拿大警方 應美國引渡要求拘捕以來 中國先後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 逮捕了兩名在華的加拿大人 以簽證為由 行政拘留了一名在華交英語的加拿大人 以貪污受賄為由 移交一名加計華人給司法機關 開啟了達成孟晚舟釋放的人質綁架的模式 加拿大 美國和歐盟 要求中國釋放被拘禁的加拿大人 英國 德國和法國表示擔憂和不安 就連習近平的盟友普京也說 俄羅斯永遠不會用抓人作為交換條件 對此 中方疑慮斥之為雙重標準 拘捕孟晚舟和拘捕加拿大人 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 北京還會抓美國人嗎 中共人質外交還能走多遠 今天的《時事大家談》 我們就邀請專家與聽眾 觀眾 及網友朋友們一同來探討這些問題 在新加坡通過視頻連線 參加我們節目的是 新加坡國立大學 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陳剛 陳博士 您好 陳剛 您好 那麼在北京通過視頻連線 加入我們訪談的 是獨立視頻人吳強 吳博士 您好 您好 VOA的這位觀眾好 好 我們歡迎兩位嘉賓 同時我們也歡迎聽眾 觀眾朋友們 通過VOA衛視在YouTube上的網上 直播 收看 並加入我們的現場討論 網址是YouTube點 COM 協系 VOA China 針對加拿大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要求放人和表達不安的這個憂慮 中國外交部一律於 以對待不同國家的公民 有不同標準為理由加以駁斥 我來請教新加坡的陳剛博士 您怎麼看中方指責西方國家 這種雙重標準的說法呢 應該講這種雙重標準的 它使用的這個外交和宣傳方面的司令 它這個意思主要是指說 這個西方你針對這個 我們是採取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標準 但是你對你自己採取的另外一個標準 好的 看起來我們跟這個 陳剛博士的這個連線有些問題 我們先請教北京的吳強博士 然後我們爭取儘快排除故障 把陳剛博士接回到我們的線上來 我來請教北京的吳強博士 我們看到這個眾多網民都義憤填膺 稱加拿大抓中國人 我們就可以抓加拿大人 這是對等原則 那麼抓孟晚舟和抓加拿大人 是一回事嗎 兩者是不是對等啊 我相信在中國的外交部 或者相關的安全機構看起來 他們實行的是一個所謂的對等原則 這個對等原則跟現在中國 一部分網民的一個本能性的反應 幾乎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這不是什麼原則 這是一個非常原始的 非常簡單的 一個以牙還牙的一種報復性的措施 只不過現在是把這種 以牙還牙的報復性措施 運用到一個國際關係當中來 把一個兩國關係 當成兩個私人之間的 一種復仇的關係來處理 這是一種很荒唐的很原始的 大概幾千年前的一種做法 完全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的一種做法 我相信是這樣 即使從個案來看 我們看對孟晚舟的引渡 以及對她的一個 對她引渡要求 是基於一個長期的一個 刑事偵查的一個結果 當然是對美國相關法律的一個違反 特別是對美國 對伊朗的一個禁運的 一個法案的一個違反 以及我們看到相關華為公司 以及孟晚舟本人在其中 所應該承擔的 各種欺詐的責任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看到 中方所拘押的三個加拿大公民 完全是一個即興式的 任意的一種逮捕行為 我相信這種任意逮捕行為 幾乎可以施加到任何一個 外國公民身上 而它沒有一種法律的正當性 我看不出任何法律的正當性 好的 那麼現在 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針對加拿大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要求放人和表達不安和憂慮 中國外交部一律 以對待不同國家的公民 有不同標準為理由來加以駁斥 那我再請教一下吳博士 您怎麼看中方指責西方國家 這種雙重標準的說法呢 雙重標準說實話 那我也不理解中方所說的雙重標準是什麼 這個確實是像剛才 陳剛博士所說的 這是中方的一貫的一個外交辭令 以前是經常用在人權問題上 比如說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國家 是執行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 那麼這一次 似乎它也是在沿襲這麼一個 老一套的一個外交辭令的套路 用這個東西來進行一個反駁 但是說實話 我個人並不理解 他所指的雙重標準到底是什麼 好的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他表示說 加拿大尊重不帶政治干預的法制 要求中方拿出拘押 加拿大人的這個真正理由 那麼我來請教陳剛博士 現在陳剛博士回來了 您怎麼看中方逮捕加拿大人的理由 為什麼這個主流國際社會 都認為中共是綁架人質 或者是報復手段呢 應該講中共它現在逮捕加拿大的人士 它主要基於的 還是中國的這個有關的國內的法律 一方面我們看到 中國有自己的這個國安法 還有就是它有自己的刑法的 整個一系列的體系 所以中國認為它這個司法 一直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不受任何外國力量的一個干預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西方為什麼它認為中國 它是一種所謂的報復行為 因為我們主要看到有幾點 第一方面就是這個時間點問題 我們看到這次這個中方逮捕 這個加拿大人士 恰恰是在這個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後 所發生的 我們看到這個中加關係 一直是相當友好的 過去的歷史 這個加拿大人士在中國大陸被逮捕 這是非常罕見的一個做法 而這一次一下子就是抓了三個人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很難不引起 這個西方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疑慮 另一方面我們就看到 這個中方的整個這個過程 它並沒有這個滿足西方 它要求的這樣的一個透明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 也就是說具體這些人犯了 怎樣的一個問題 在怎樣的時間點 這些都還沒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一個披露 所以我認為西方 他認為中方是一個報復行為 主要是基於這兩個方面 那麼陳博士 剛才您連線出了點技術故障 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說加拿大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紛紛對中國逮捕加拿大人 表示擔憂 表示憂慮和要求放人 那麼中國外交部都認為 這是雙重標準 那您對雙重標準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補充嗎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雙重標準 它其實它從中方 它為什麼一直在使用呢 它有幾個這個目的 一方面這個雙重標準 它很容易這個激起中國 國內民眾的這樣的一個 民族主義的情緒 也就是說當你一旦提起這個西方 使用雙重標準的時候 它國內的民眾 一般都會支持政府 因為它 它有一個怎樣的一個集體記憶呢 就是這個中國一百多年的這個 受這個西方驅辱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所以你今天講到雙重標準 就很容易讓中國人 就聯想到這個西方 對中國在各個問題上 這個指手畫腳的這樣的一個聯想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容易增加這個政府 在國內的這樣的一個合法性 而同時呢 它能夠這個 這個激起民眾 對於這個外國這種干預的 這樣的一個反感 所以它不斷地在這個人權問題 包括在主權問題 還有以及像這個貿易 和經濟問題上 它都一再使用這個雙重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好的 我來請教 對不起 我來請教北京的吳強博士 美國稱呢 以引渡為由 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 完全是一個法律程序 與政治無關 但是中方並不認同 中方認為呢 這是對華為的一種政治追殺 那我來請教吳強博士 您怎麼看 美國和加拿大協調抓捕孟晚舟這個問題 就我個人看來 當然這並不完全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事情 中方指責它說這個政治事件 其實未嘗不可 因為我們也知道 目前逮捕孟晚舟的背景是 既是跟伊朗問題有關 它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同時也跟貿易戰的背景有關 那麼是中美間的一個政治問題 只不過美國的執法機構 確實是我們看到一貫的 是嚴格的按照司法程序 在進行刑事調查 那麼包括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 這種合作關係 我們也知道 加拿大和美國長期是存在一個友好關係 而且互相有引渡協議 那麼這現在這個 有相當政治背景的 這麼一個形式調查 實際上是按照一個 正常的雙方兩個友好國家之間的 引渡協議在進行 加拿大也在按照自己的一個 司法獨立的程序 在進行法庭來決定 是否批准這種引渡 所以我們一看 整個它的政治體系 都是在一個法治的一個環境下 法治的程序下在進行 中方是試圖把這麼一個問題 純粹的政治化 不去考慮兩國的一個法治的一個背景 就基本上是不管法律 那這種情況下 它似乎對中國的自己的 這麼一個內部的行為 也是不訴諸法律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種雙重標準 中國自己將來也會體現出來 它會說中國在抓捕加拿大人身上 這方面實際上是按照 中國的司法獨立來進行 好的 那麼現在我們有這個網評進來了 我給大家選讀一下 聽聽我們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有什麼看法 Dudley Fong 他說美加抓人是因為犯罪 中國抓人是因為報復 但本質都一樣 即使報復也是選擇性執法而已 這也許會開始一個良性循環 倘若美國因此 對中國犯罪分子越來越嚴厲 這是非常好的結果 遏制投機分子到對方國家硬闖官 對所有國家都有利 任何國家的領事保護 都不是為了國民在外國依照 自己本國價值觀生活 而是保護其在外國的待遇公正 公平和人道 我們看到這位 這位聽眾或者觀眾 或者網友朋友們 他好像是 他表示對中國抓人 也表示可以理解 金剛無 他說抓人是為了換孟晚舟 而現在孟晚舟並沒有在美國 暫時不會抓捕美國人 而且中共一直以來就是欺軟怕硬 抓捕美國人會讓中共 喪失最後的迴旋餘地 不但會讓貿易戰升級到最高狀態 恐怕中共高層的家屬 二奶小三都會被中共連累 都會比冷戰更讓中國高層害怕 中共當局一定會投鼠忌器 我們下面我們要討論 會不會抓美國人的問題 裝長 裝長 他說專制獨裁極權 中國走投無路時 沒什麼事做不出來的 不要說抓人質 即便是閉關鎖國 也會在所不惜 好的 那麼我們接著我們的問題討論 說西方國家普遍不認同 中方這個人質外交 這樣一個做法 我來請教陳博士 為什麼西方國家普遍表示擔憂 他們期待中方在這個問題上 如何去做 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呢 應該講這個事情 它首先反映了這個西方 還有中國在政治理念 包括這個在外交方面 還有這個人權司法 各個方面的理念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一方面我們看到 剛才我說的這個透明度的問題 西方認為中國的這個司法的這個 運作它是不透明的 還有很強的這樣的一個 政治操作的這樣的一個色彩 而在西方呢 普遍來說這個司法 行政和立法 它三權它是獨立的 所以呢 他認為西方這個架構下的 這樣的司法的這樣的一個運作呢 它是透明的 它是公正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 這個中和西方 他們永遠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差異 而且我認為這個是 短時間內是 雙方是很難談攏的 從西方的這個 一廂情願的角度呢 它當然希望是中方立刻 就是釋放 這幾名加拿大人士 另一方面呢 這個就孟晚舟 包括對於華為的各種問題呢 有一個公正透明的 雙方的這樣的一個溝通 當然呢 這個我剛才講的 這是從現實角度 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我們看到這個事件 它其實折射出了一個 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和西方在政治理念 在外交理念 包括在各種司法理念方面 它是有根本的一個差異性 好的 那麼我來請教這個 請教吳強博士啊 這個剛才我們談到這個問題了 西方國家認為 孟晚舟事件呢 是一個法律問題 而中方呢認為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那麼是法律問題 這個事應該如何解決 是政治問題 這個事可能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 那吳博士您再跟我們詳細談一談 您認為這個孟晚舟事件 究竟是政治問題 還是法律問題 我剛才其實也已經解釋過 這個問題 確實既是法律問題 又是政治問題 只不過中國把它 目前中國官方的口徑 是把它純粹當作一個政治迫害 完全不提不考慮 美加兩國方面的一個形式調查 換句話說 某種意義上講 在我看起來 這是蠻嚴重的一種 無視美加司法主權的一種行為 一種外交行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 就像剛才陳博士所談的 中國似乎是完全無視美加 這種司法獨立 以及這種政治和司法的這種關係 被司法政治 似乎是一種不理解的一種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在一廂情願地在做出自己的判斷 好的 我們再來給大家讀一下網評吧 聽聽我們聽眾觀眾朋友們的想法 埃德溫陳 埃德溫陳他說 根據人質外交 中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群體 他們越強大 就越有能力限制西方世界的自由 請西方媒體掂量一下 自己有多大膽量來批評中共 請美國政府掂量一下 自己需要多大的損失來禁止中共 對世界規則的破壞 山炮 他說很明顯 中國針對孟女士的行動 是特朗普政府更大的企圖 通過關稅 針對中國高科技出口 來關閉西方市場 來阻止中國收購歐美科技公司 從而削弱中國經濟的一部分 毫不誇張地說 這就是對華經濟戰的一部分 山炮這個觀點很有意思 我們可以拿出來討論一下 這個山炮這個觀點就認為 這不是一個法律事件 這應該是一個政治事件 就是說是中美貿易戰的一部分 是美國扼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請兩位嘉賓 對這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的點評 首先 新加坡的陳博士 應該講這個事件 肯定它是一個政治事件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無論是加拿大現在抓捕 這個孟晚舟還是中方 這個拘捕加拿大的人士 我們看到都是在這個 中美貿易戰在今年這個愈演愈烈 還有中國和西方在各個方面的 這個衝突 愈演愈烈的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 所發生的 所以我們看到呢 它雖然它表面上看 它是一個司法問題 但背後呢 它折射出了這個雙方 在政治上的這樣的對抗的一個加劇 而我認為呢 這個加劇呢它是不可避免的 它不是今年才出現的 它主要受這個幾個方面的一個影響 首先是大國的這個實力的 這樣的對抗的一個影響 我們看到中國這個 現在迅速崛起為這個第二大經濟體 它跟美國 它跟西方的這樣的一種 衝突的這樣的一個仕途 應該來講是必然的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看到剛才我說的 包括在政治理念 包括在發展模式 包括在社會制度方面 這個雙方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種對抗呢 我認為它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 那麼陳博士認為 這是一個政治事件 那為什麼美國 還有加拿大的這個 加拿大政府都堅持認為 這就是一個法律事件 跟政治無關 並且呢 特朗普總統 曾經呢 表示要干預這個事件 也遭到了加拿大政府 包括美國司法部的這個駁斥 那麼吳強博士 您怎麼看這個 好 那個陳剛博士您來說一下 應該講 它肯定也是一個法律事件 因為它畢竟是這個司法部門 有關的這個司法部門 根據是否違反法律來採取的措施 當然我們要看到它後面 它有它的政治的這樣的一個動機 就是我們做 我作為政治觀察人士 我更主要的是 看中它後面的一個背景 還有一個動機 那現在發生的這個時間點 它是一個 它絕對不是一個巧合 我們看到這個中加關係 過去20多年的發展 尤其是特魯多時期 我們看到它總體是發展 是相當良好的 那為什麼在今年這個時候 突然爆發了這麼嚴重的 這樣的一個雙邊關係的一個危機 它絕對不是簡簡單單的 一個司法問題 好的 那麼北京的吳強博士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從美加的一個角度來說 把它定義為一個法律事件 當然我們說是從它的司法獨立 和司法程序上來講 沒有錯 另外一方面 我們現在看到 是對華為企業的一個負責人的 個案的一個刑事調查 這麼一個個案 當然是一個司法的問題 是一個法律事件 不過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現在的中美關係當中 我們看到企業實際上是在扮演著 很重要的一個政治的角色和功能 這是一個全球化政治當中 一個很有趣的方面 比如說國際媒體所報導的 華為的一個系統的安全性問題 它扮演著一個監控社會的一個角色的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 其實都在華為身上體現出一個華為 它自己所承擔的非常多的一種政治功能 一種可疑的政治角色 那麼這種調查我們看到 這背後無所不在的 都是華為這個公司 以及孟晚舟個人 背後的各種政治因素 在其中起作用 這也是國際媒體關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那麼國際媒體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起 就是孟晚舟和加拿大人質事件的這個 後續發展 我來請教陳博士 您預計孟晚舟事件將如何發展 它的命運主要取決於美國呢 還是主要取決於加拿大呢 我認為這個問題未來 應該來講它會進一步的 這樣的一個計劃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個 剛才我說了這個理念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差異 包括這個實力均衡的這樣的一個對抗 它不是說一天兩天 它能夠根本性地解決的 而當然在目前的情況下 它有一個有利的條件 就是中方現在希望跟美方在90天內 在這個有關貿易戰問題上 儘快地達成一個協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短時期內它不會計劃 和美國方面的這樣的一個矛盾 但是它在對加拿大的這樣的一個態度上 它一定會進一步地強硬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加拿大和中國在實力對比上面 它不是在一個重量級上面 所以我認為它和加拿大的關係 它一定在短時間內不會修復 但是和美國呢 它短時間內受到這個90天 中美這個最高領導人 這樣的一個協議的這樣的一個制約 嗯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都知道 中國方面已經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 處理了一名加計華人 那麼下一步中方 將怎麼做呢 是放人還是繼續扣押 或者繼續抓人呢 吳強博士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口徑 是把孟晚舟的事件是當作一個 政治性事件來處理 那麼我也相信它現在的抓人 也是一種政治性的報復 那麼中國的外交邏輯 一直是在過去70年以來 都是相信所謂解鈴還需寄鈴人 一直是 我相信它是尋求通過政治途徑 來解決這三個 加拿大籍公民的一個 一個自由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像陳博士剛才所說 中國對加拿大是採取一種高壓的一種態度 這是中國相信一種實力外交的一個模式 所以它一定會在一種政治的一種安排下 或者一種政治的壓力下 來處理三個加拿大人的一個問題 那只有等待孟晚舟引渡案敲定以後 比如說加拿大法庭決定孟晚舟的命運之後 我相信這三個人才會相應地 得到一種政治化的法律的處理 不過我覺得應該值得提醒的是 中國外交現在的這種反應模式 已經似乎進入到一種人質外交的一種模式 它完全是按照人質外交來處理 那這個人質外交跟朝鮮 過去幾十年所採取的一種外交模式 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們可以拿朝鮮的人質外交模式 來預估中國未來 對這三個加拿大人的處理 也許是需要加拿大的總理 親自到中國來當面求情等等等等 以這種方式來釋放 好的 那麼下面我們談 我們今天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一旦美國將孟晚舟成功引渡到美國 那麼中方怎麼辦 陳博士 您認為中國當局會抓美國人做人質嗎 中國的人質外交會走多遠 我認為如果這個引渡過去的話 這個中方一定會抓一個美國人 去這個進行一個對等性的一個報復的 這個就剛才跟吳博士講的這個情況是相似的 就中國的它的這種對抗性 和它的這樣的一種手法 應該來說它是一定會採取一個以牙還牙 或者以眼還眼的這樣的一個措施的 咱們看到這裡面還有一個策略性的問題 也就是剛才說的受制於中美這個 90天這個貿易緩兵的這樣的 或者說貿易修兵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大背景的制約 它可能暫時它不會採取一個過分強硬的措施 但是呢一旦過了這個期限 它一定會這個加碼 對這個即便是美國 它也會採取這個對等性的一個報復措施 好的 那我來請教吳博士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一旦美國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國 中國會對美國繼續實施人質外交嗎 會對在華的美國人下手嗎 我相信會的 現在我們從各種跡象已經可以判斷 中國外交進入到了一種 人質外交的模式裡頭 它會按照人質外交的示威方式 而不是按照正常的一種 國際關係的危機處理方式來處理 那麼抓人來報復 這是它的很自然的反應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到 在過去幾年 就像《紐約時報》最近報導的 我在北京也聽說過的一些情況 有不少的美籍的中國人 在中國現在已經是被一種 限制自由的狀態當中 對於這種人質外交 中國似乎是從來都不忌憚的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會出現一些 像類似抓捕加拿大公民一樣的 一種類似的報復行為 哪怕是先從一些看起來比較 政治上比較弱勢的 華裔的美國公民開始 我相信它會採取一種比較勢力 但是又相信實力外交的 一種報復的方式來進入到 或者說升級到中美間的一種 人質外交的一種外交模式當中 好的 那麼我們來聽聽 我們的聽眾 觀眾朋友們 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午夜星空SZ 午夜星空SZ 他說中國不會也不敢抓美國人 原先中國以為加拿大人好欺負 殊不知呢 加拿大最近傳出要公佈 所有中國人在家的財產 估計會因此會對 估計因此會對加緩和點 至於對美國人 中共應該領教特總統的脾氣性格 我估計不會抓人 哪怕美國將夢引渡到美國 根據中國最新修改 有關對外國人的法律法規 預計會對外伸出橄欖枝 以取悅美國和其他國家 這樣的話 夢對中國就不重要了 傅政輝 傅政輝 他說中國大陸正在竭盡全力 給美中貿易戰降溫 從23號人大常委會 開始審議外商投資法 以及民法點侵權責任篇 既可以看到中國有意 從立法開始改變 以往貿易手段和治權保護的缺失 在這種壓力下 中國絕不會 也不敢任意抓捕美國人 但又不能在孟晚舟案上示弱 才會有抓捕加拿大人之舉 但由於美國盟邦強力譴責 這種違反人權的手段 也不可能持續 另外 Jennifer Ho Jennifer Ho 她說 估計不會抓美國人的 因為共產黨要跟美國人做生意 那90天的這個 Damalcos還懸著呢 Damalcos OK 但又要給 又要做給大陸老百姓看 同時呢 也要對愛國主義 做一個更深入的詮釋 所以 只能抓加拿大人開刀 大部分我們的網上言論 我們聽眾 觀眾朋友們的這個 觀點呢 都認為 不會抓美國人 那麼我想請兩位嘉賓 就我們這些網上言論做一點評 首先 陳剛博士 因為剛才我聽到有幾位網友 講到了這個中國近期的這個 開放的一些措施 包括這個外商投資的一些保護的措施 人大方面的立法 還有包括這個 所謂的負面清單的 這樣的一些投資的措施 但這個地方我們要看到 這個問題 它其實和剛才我講的 政治化的這個外交問題 它是兩回事 這個呢 它是這個經貿 還有這個中國這個既定的這個 開放它這個路線圖的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呢 它應該來講 跟剛才講的這個夢的事件 還有這個外交方面的事件 它是有一個切割的 也就是說 中國即便在經貿方面 它有一個相對的一定的讓步吧 但是呢 它不會在外交和核心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利益上面 做出重大的妥協 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 剛才是否在這個抓捕 包括這個外國人方面呢 這個 包括美國人方面 它其實更多的 它是一個政治方面的一個考慮 和一個姿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中方的文件 它明確顯明了 而中國它不會在這個任何重大的 這個核心利益方面來進行妥協 所以這個和這個開放它是分開的 所以我認為這兩者它並不矛盾 好的 那麼北京吳博士 您有什麼補充 我想補充的是 就是在這一次的貿易戰的一個相互抓人 之前我們應該注意到 中國的外交在過去六年以來 就已經是非常的咄咄逼人 在 不論是紐約 日戀晚 還是在其他地方 它的這種非常紅衛兵式的 非常這種激進的 不顧外交禮儀的一種外交模式 已經相當的定型了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 它進入到這種人質外交模式之後 它不會更多的來考慮 比如說商務方面的財產保護的 這些由商貿部 商務部制定的法律這些 他們根本就不關心這些問題 他們關心的是 這些外交官員是關心的是 他們過去六年以來的 這種越來越強烈的一種 紅衛兵式的這種外交模式 怎麼把它繼續下去 好的 現在我們有大量的網評 大家都要在這個問題上 發表他們的看法 我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觀眾 以及網友朋友的機會 我念一些網評 選讀一些 我爭取力爭公平 兩方面的觀點我都來引用 我都來宣讀 首先是玉璽 玉璽 她說 加拿大抓人 可是開了聽證會的 中共抓三個加拿大人 中共敢不敢開一個聽證會 公開自己抓人的證據 中共把法律事件上升到政治事件 只能讓中共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 大野市民 她說到現在美國都沒有出示具體證據 證明孟晚舟犯法了 加拿大也不可能事事 都聽美國的敢抓孟晚舟 證明西方主流社會 完全不把中國當回事 以為中國還會像以前那樣譴責了事 STGY007 她說 早不抓 晚不抓 怎麼在這個節骨眼上 抓加拿大人了 小人之心顯現 不是大國的作為 Mary Amity 中國人質外銷 明明是美國先抓人的嘛 真會賊喊 捉賊 我念不過來太多 我暫時就念到這裡 看來我們現在 我們聽眾 觀眾朋友們 在這個問題上分歧相當大 我還想請兩位嘉賓 就我們聽眾 觀眾朋友們的不同觀點 做一個簡要點評 首先 陳剛博士 應該講這個國際政治 它本身它有很多東西 它都是 應該來說它是非常殘酷 還有非常有些甚至是見不得光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從政治學的角度 我們應該看到 對待這種兩國之間 甚至多國之間 在現在這個國際形勢 很複雜的情況下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要一個平常心去看待 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國家間的衝突 這個加劇是一個必然的一個現象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看到這個中國 它在這個崛起的過程中 它的外交變得越來越強硬 這是一個非常必然的現象 這個我從某種角度 我認為它只是回歸一種常態 或者說過去20年 它可能有一些非常態的一種 韜光養晦的這樣的一種策略性的表示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它基本上是回到了 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 它和這個西方在外交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衝突 它應該會不斷地一個加劇的過程 吳強博士 您的補充 您剛才念的這些網友來信 其實跟我在國內社交媒體 所看到的中國網民的反應 基本上這種分佈是一致的 就是一種非常極化的反應 一邊是較好支持每家政府的司法獨立 以及支持每家的一個政治上 對貿易戰的施壓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 確實也有很多的中國網民 是採取一個非常義和團式的一種態度 非常強烈的支持中國政府的 這麼一種政治化的處理方式 就是這種極化的政治 在中國過去幾年發酵的 是越來越厲害 那麼過去半年 或者說過去一年 中美貿易戰 其實在很多議題上面 都在繼續地在極化這樣一種態度 我們在VOA的這個網友來信上 能看到這一 但是中國政府是面對的一個 基本化的議論 好的 我們繼續我們問題的討論 就在昨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首次將被中國拘押的兩名加拿大人 於孟晚舟案相提並論了 稱中方是依法拘留了 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加拿大公民 而家方是應美方要求 非法拘押了中國的企業高管 我來請教陳博士 以前中國從來沒有把 加拿大的人質就被拘捕的 加拿大人和孟晚舟事件聯繫起來 這一次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了 言外之意就是你抓孟晚舟 我就抓你加拿大人 那您怎麼看中方的最新的提法 其實我基本上贊同許先生您這個判斷 其實他這個聯繫起來 其實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這個分析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看到他這樣的一個回答 當然他從外交辭令的角度 他必須要說我們是依法行事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法 他還有一個具體什麼時候執行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選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上 去操作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的意味 和針對這個孟晚舟的事件的 這個意味是相當濃厚的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 他這次我看到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他這個談他特別強調了這個法 所以他認為這個加拿大方面 你是非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的是美國方面的這個法律 你加拿大應該用你自己的法律 所以他認為我們這個中國 他現在抓人是根據我自己的法律 是理直氣壯的 所以我們看到他這次呢外交部的這個 他比較罕見的從這個法律的角度 去看待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一個新的一個動向 好的 那我來繼續請教吳博士 這個 這個中國呢高調把人質外交 與孟晚舟案聯繫起來 那麼有人就擔心日後人質外交呢 將成為中共與西方打交道的一種手段 或者形成一種模式 吳博士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對 我剛才其實已經評論網友來信的時候 談到首先要注意一點就是 它跟中國過去六年外交的一種強硬化 因為紅衛兵化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更值得注意的是 當我們在談人質外交的時候 我們到底在談什麼 就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人質外交的模式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我們談人質外交的時候 我剛才舉了朝鮮的例子 我們還可以舉更多的例子 基本上是一種 我們不是談幾千年春秋戰國 中國當時曾經也進行過的這種人質外交 而是我們談的是什麼呢 談的是冷戰時期的一種外交關係處理 比如說特別是對間諜 或者一種抓胡椒換人質 看來我們跟這個北京的連線 現在又中斷了 我們爭取盡快把吳卿博士 接回到我們的節目當中來 接這個機會 我再給大家讀一些網評吧 玉璽 他說中共本色不改 人質外交一直在玩 只是越玩越大 以前抓中國人要挾世界 比如劉曉波和他的妻子 現在抓外國人要挾世界 然而這種流氓情境處理 讓國內小粉紅高潮之外 有百害而無一例 現在全世界距離華為 遠離華為就是其害之一 抓人 西方抓不過中共 那就是索性不和你玩了 另外 STGY007 他說早不抓晚不抓 怎麼在這個節骨眼上抓加拿大人 小人之心 小人之心顯現 不是大國的作為 成為其他人 沈斌 I-Y-U-N I-Y-U-N 還有個Four OK 還有個4 好 這名字很難唸 他說 不遵守双方交战 不展来史的规则 这种事情在古代中国 就有不少吧 既然现在不打仗 那就可以绑架人质 只要不达到目的 那么就可以继续抓嘛 大天朝的美洲公民 有好几万 随便扣一下帽子就可以 不跪下叫爸爸 不叫武皇万岁万万岁 不屈服就不行 没看过电视剧嘛 哪怕答应你咱们交换 但最终还是可能继续干你 这就是中共的 现代化交流方式 我们现在不知道 和北京吴强博士的 这个连线恢复了没有 可以了 那吴强博士 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中国绑架外交 这个模式问题 请您继续接这个问题谈 我刚才谈到 实际上这是一种 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 是用来处理 比如说间谍 处理意外事件 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人 人质外交的一种交换 所以中国现在 似乎是进入到一种冷战的 一种外交模式当中 在开始学习 前苏联曾经使用过的 各种人质外交的手法 譬如说 在这个事件之外 我们可以注意到 比如说去年 我们注意到 中美之间有发生过一个 对大使馆 领事馆的官员 进行一个高功率微波照射 窃听的一种做法 这个我们也知道 实际上是从前苏联那边 学习过来的 我记得1976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一个 使用高功率微波窃听 造成外交官员大脑损伤的 这么一个案子 那么中国现在似乎 都是在全方位的在拷贝 前苏联冷战时代的 各种外交的方式 用大棒 用各种方式来处理 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对不起 我们今天的网评 实在是太多 我给大家念一些 选读一些 首先是刘悠悠 刘悠悠 他说在中共眼里 根本没有司法概念 中共就是会用政治手段 来处理司法世界 所以希望全世界 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因为毕竟中共是专制政权 无法和司法并存 司法在中共看来 就是一种对外的宣传 张建德 他说中国抓人质 用于和加拿大交换孟晚舟 说明中国判断这样做 有谈判余地 加拿大和美国在国内 可以保持司法独立 但在国际事务上 未必就没有利益交换的可能 滔田 他说是不是政治事件 结果会告诉全世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孟晚舟即使被换回 她也不可能回到华为了 她在中共眼镜里边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看 中共这次像打了激素一样 做出种种动作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易 一种跟任正非的交易 大胆做一个猜测 美国会得到他想要的 中共也会换回孟晚舟 任正非也将失去华为 提前退休 Robert N.G.O. 他说抓不抓都不是问题 重点在于什么时候 中共会遵守国际规则 和遵照自己契约的承诺 最后是非勒许 他说如果真的坚持对等的话 中共能否给与被拘押的 加拿大人同样的透明的 司法程序 会让其像孟晚舟一样 有委托律师的权力 开启保释听证会 一切都放在太阳底下来执行 我们最后这位网友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加拿大外交部 指责中国当局 没有保护被拘押的 加拿大人合法权益 这个媒体也对比了孟晚舟 和被捕的加拿大人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境遇 这就像我们刚才这位 网友提出的那样 就是说能不能把一切都 公布在太阳底下 我来请两位嘉宾 就此发表一下看法 首先陈刚博士 这个刚才我应该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这个关于透明度的问题 这在中国目前的 这个司法的发展情况下 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是 涉外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 它会引用这个国家安全法 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法律 它会说一些案情 它是不宜公开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刚才有些网友说 会不会采取一个听证会的形式 一个公开审理的形式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吴强博士 孟晚舟呢 她在加拿大我们看到 公开审判 请最好的律师 并且得到了保释 那么现在我们对比一下 加拿大的这几名 被中方拘押的这个人士 他们有没有这个待遇呢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对其中的 它是有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 一个罪名拘留 那么只要是这种罪名情况下 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很难 不可能得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处理 而且我们看到领事的探视权 似乎也没得到充分的保障 但是对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个 我记得是有一个 加急的一个教师 似乎是还得到了一个 算还可以的正常的待遇 不过总体来看 我们看到中方对于抓到这几个人 特别是第一个 那个叫做 那是前外交官 基本上是采取对待间谍的方式 我们看到得到 目前得到的一个消息 是连续审判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实际上是 就在以冷战式的 对待间谍的一种态度 来处理中家之间的 这么一种互相抓人 一种人质外交 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思考 来处理的 好的 那么两种抓人方式 两种不同的司法待遇 其实揭示的可能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司法体制 那么现在我们剩下 大约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还有这么多网评在这 我还是我们用 我们几位网友的网评 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讨论 首先是杨丽 杨丽 他说中共现在敢这样 在国际上 明目张胆地抓外国人当人质 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得不负一定的责任 长时间来对中共的纵容 和闭着眼镜 只管赚钱 肯定是有关系的 三炮 他说如果我是孟晚舟 肯定去美国当面对峙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为了中国的声誉 我不弄清这事 本人绝不回国 因为没有结局的污蔑 不仅是对本人 也是对华为 甚至对国家都是一种伤害 好的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 做出的所有评论 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陈刚和吴强两位博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实施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 听众 观众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实施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美国推出旅行对等法 习近平会不会打开西藏的大门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